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局不公平的一塊地 這次我們玩一下這個油田位置對吧 油田位置一出來有三個基地 而且這個右下角送了很多油田 我們這個位置錢比較多 但是我們這個位置得小心那個香之位 因為香之位他一出來有一個三星的雌人 他這個三星的雌人開局打過來我們有一點難受對吧 所以說一定要瘋狂的造地堡,瘋狂的造兵 他這個三星是殘血的,他要回血對吧 而且他還撿了個V3火箭 怎麼應付他這個三星的雌人坦克呢? 直接先出空子部 因為我們有三個基地,造東西比較快 我一直造地堡,一直造大兵 他這個三星的雌人不敢這麼快進來對吧? 但進來他得一直動,因為他是殘血的 他這個一出來是殘血的 我只要造一兩個飛機就行了 用飛機炸一槍,你看炸一槍他就殘血了 然後他想打我的這個飛機 我們直接再用飛機炸 而且我手裡還有地堡吧 直接甩一個電線桿看到沒有 一個電線桿直接就把他這個磁能坦克打掉 所以說這個位置前面先出空子部比較好 可以造飛機可以造電線桿了 他那個磁能坦克就沒什麼用了 是他先動了手對吧 我們再用飛機來把他的那個V3火箭炸掉 然後我們先發展盟軍 先發展盟軍可以造間諜偷擊 然後這個飛機位呢 把那個核彈閃電位的基地炸掉了 那個核彈閃電位在一直炸那個飛機位對吧 我們呢就準備先整這個彈彈色 但是你看紅色上面來的一個三星大頭 那是間諜喔 那是那個紫色位置那個間諜過來 你看發現了對吧 被牛車點死了 這個紅色呢他是重攻位 他為什麼不打那個刷兵位置呢 他們兩個人比較和諧對吧 一上來不打 你看這紅色跟那個藍色兩個人都不打 那麼我們就準備造間諜去偷他啊 但是你看他在那個重攻兵營裡面 藏了很多狗很多大頭兵 很多那個蜘蛛啊 要想偷他的不好偷 偷錢的話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這個地方有油田 我不差錢 我主要差科技啊 我想偷他的科技 偷他的這個重攻啊或者兵營 然後直接穿進去 兩個一起上把他重攻一偷 然後這個沒東西偷 只能偷電場 把他電場一偷啊 然後偷這個重攻呢 現在我坦克生一星 這邊紫色又來了一個間諜 偽裝成紅色的大頭兵 直接壓死他的間諜啊 現在我們偷到的一星呢 就可以造犀牛坦克 但是我沒有偷到兵營了 沒偷到兵營呢 我準備還得再造個間諜偷個兵營啊 或者呢偷一個蘇軍的高科技也行啊 偷個蘇軍高科技 我們可以造游力改用 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在家裡防守就行了 因為這個位置不需要打得那麼兇啊 這個位置呢也不需要那麼急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多 油田多 錢比較多 只要偷到了急以後 就在家裡防守等他們來 感覺偷那個紅色不好偷 我還是去偷淡藍色啊 我繼續裝兩個間諜 裝兩個間諜呢 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拐進去 拐進去偷他的高科技啊 直接走這裡穿進來 他在撿箱子 出了一個蘇軍高科技 直接放間諜 把他高科技一偷 偷到了高科技 我可以造游力改用對吧 然後我們水裡面還要造個船廠啊 防止別人呢 等一下用海軍打我 我這個位置比較怕海軍啊 有了游力改以後呢 我們趕快造一個副制中心 造個副制中心呢 就可以有兩個游力改啊 先造一個核電廠 這小紅你看 這小紅重攻位置 他不打那個藍色 你看到沒有 等一下拖在後期 他肯定打不贏這個藍色 因為藍色家裡一直送兵啊 我們先在這裡擺幾個防空炮 因為我發現那個藍色來了海軍 來了海軍加基洛夫啊 在這裡多放幾個防空炮 防止他打進來 然後呢 我們再造兩個間諜啊 再造兩個間諜看看能不能去偷一個兵營啊 我現在還沒有偷到兵營 先出一個游力改啊 因為我這個副制中心要等對吧 我先出了一個 等一下把這個游力改回收 我們就可以造兩個 先用一個游力改控這個 當然是你不出來對吧 不出來就控 然後我一個間諜走路過去啊 被他發現了你看 被他發現了沒事啊 你不出來我游力改慢慢控 然後他肯定會用飛行兵來打我的游力改 對吧 我們提前在這裡多加幾個防空炮啊 你看他果正來打我的游力改 反正我的游力改呢 我都要回收的 因為我只有一個 我回收以後呢 我們可以重新造一個 就有兩個的對吧 你打死我游力改沒用 我們能造 然後呢 那我們再補給一點防空啊 補給一點蘇軍的防空 等一下就可以造光明坦克了 你看那個單藍色呀 我發現他在家裡造了好多間諜 你看到沒有 我就不需要間諜坐車過去偷他 我可以控他的間諜 用他的間諜呢 偷他自己對吧 先用游力改在這裡慢慢控啊 這個紅色一直跟那個藍色 兩個人互相在那裡屯兵 屯了好多 這裡有個間諜啊 有個間諜想偷我對吧 把他空過來 空過來去偷他 然後他家裡還有間諜 你看到沒有 有很多間諜呢 我們準備用這個游力改空 不要手動空啊 讓他自己空 手動空了他容易發現 把他空過來 你看空了好多對吧 空了好多 用他的間諜偷他的兵營 把他的兵營偷了 然後呢 我現在什麼都偷了吧 重攻兵營 游力改都偷了 好像沒東西偷了 偷錢呢 我不差錢對吧 都偷滿了以後呢 我們準備過來 把他帶走 先打這個淡藍色啊 因為這個淡藍色 家裡有箱子 等一下他到後期啊 會撿到很多三星帶火力的 他飛行兵過來 我們把防空派過來 他造了好多飛行兵啊 你看到沒有 造了好多飛行兵 但是沒事啊 我們有蘇軍的防空 蘇軍的防空 打他的飛行兵 就跟下雨一樣 然後再把他的光靈坦克打掉 他裡面有個核電廠對吧 直接打掉他的核電廠 砰的一聲 把他重攻一炸 然後防空車升了三星啊 直接拐進來把他帶走 你看空了好多間諜啊 沒東西偷了 好像還有一個盟軍高科技可以偷下 盟軍的高科技偷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造那個特種兵對吧 但是那個特種兵啊 沒有油力改厲害 油力改的是最噁心的兵種啊 這個特種兵呢 別人還是能防守得住的 然後這裡還多了三個間諜啊 我也懶得要了對吧 我們直接拐過來 拐過來 準備打這個小紅 這個小紅呢 一直跟那個藍色在那裡互相屯兵 他們屯了好多兵種啊看到沒有 但是沒用 我有油力改 這油力改呢 只要站在家裡做法就行 你不出來 我就用油力改慢慢空你對吧 然後把這個飛行兵派過來啊 因為他等一下要造基洛夫 你看藍色來的海軍了 藍色這個海軍呢 有可能等一下會打我對吧 我提前呢就造了一百個海豚 一百個海豚提前防守 我花了很多錢啊 你看我現在錢都不多了 我把這個錢呢 留的全部去造了很多海軍 你看到沒有 一定要守住這個制海拳 哎呦這邊來了兩個輻射 哎呦油力改死掉了 這來了一個輻射把我油力改燙死了 我們再造一個對吧 反正呢 死掉的無所謂我能造啊 然後這裡有個特種兵 兩個特種兵 這個特種兵呢 他家裡全部是油力 你看到沒有 紅色家全部是油力 這特種兵飛進去呢 也炸不到什麼啊 他有很多油力很多蜘蛛 所以說這個特種兵呢 別人還是能守得住的 油力改呢他就守不住了 特種兵他可以造很多油力 但是我油力改呢 我在家裡打你 你是守不住的 油力改繼續造過來對吧 然後把光靈坦克拍過來 這個紅色呢跟藍色呢 他們兩個人好像聯手了 他們兩個人聯手了 好像要一起打我 對吧不用怕 我這麼多光靈都是升星的 直接衝進來 你看他的油力 停在那個核電廠邊上對吧 停在核電廠邊上 我們只要打掉核電廠 通的一聲 油力全部炸死了 然後他照天旗 你看照天旗也沒用啊 都是給我控的 飛行兵來了 光靈先往後面撤一撤 等這個防空車過來 我防空車都是升一行的 然後直接把他的天旗控過來 用他的天旗打他的積電 然後藍色還過來救他 你看到沒有 藍色飛行兵打我的天旗 不用急 他死了下一個就扔到你了對吧 然後直接打掉紅色的建築 紅色就沒了 所以說紅色這個位置 他是重攻位 他前期厲害 他前期厲害一定要打 不能像他這樣窩在家裡 然後藍色一看紅色沒了 他要出來你看 他要出來 他的坦克比我多 我的坦克沒他多 但是我是光靈坦克 我光靈坦克已經升一星的 而且他的盾型不好 你看到沒有 牌子堆出來 牌子堆出來怎麼打得贏 而且我後面還有游易改作證 你看到沒有 出來一個空一個光靈坦克 一路掃 把他的天旗啊犀牛啊 全部給他整死 然後他的基諾夫來了 基諾夫來了 我們先用這個防空 守住他的基諾夫 這個三星的防空 打基諾夫很快 一下子就把他的基諾夫打下來了 對吧 現在他家門口有電線杆 有很多地堡 你看藍色打字的 藍色說粉色有游易改呀 有游易改怎麼樣 你們現在幾個人聯手 我都不怕 我現在經濟好 都偷到了科技 你家裡有地堡有電線杆 我有三星光明 看到沒有三星光明 一路掃過來 你看到沒有 一碰就死 根本進不了身 然後這裡有很多大兵 你看到沒有 這大兵一下子就死了 然後再拐過來 把這個藍色最後一個船廠給他打掉 他就死了 先拆船廠 拆掉船廠以後 這樣我左右鄰居都沒人了 上面還有兩家 一個閃兵位 一個飛機位 那個閃兵位好像被飛機炸掉了基地 對吧 現在飛機位對我的威脅比較大 然後那個藍色一直說 他說人家都有游易改了 你們還打什麼呢 他叫他們兩個人不要打了 對吧 互相聯手來打我 但是打我有什麼要 我有游易改加光明 他飛機炸游易改 游易改躲彈 飛行兵過來 我們有三星防空 把他飛行兵打下來 他想炸我的游易改 游易改只要往後面挪動一下 他就不好炸 然後你飛機丟完了子彈 要裝子彈 我們的光明坦克直接掃進來 他都是三星飛機 但是沒用 我三星光明只要一衝進來 一下子就把它拆完了 對吧 他有三星飛行兵 我們有三星防空 三星防空打他的飛行兵 然後衝進來 一路掃乾淨 把他的這個飛機場全部掃掉 這樣小綠就沒了 對吧 這光明坦克生了三星 一進來他就守不住 然後那個藍色呢 看到綠色沒了 他就罵這個紫色對吧 他說你還把閃兵投的綠色加 廣怪投的粉色加呀 他投的我家沒用 我家裡還有很多兵種耶 他意思就是說這個紫色沒有跟那個小綠連手打我 對吧 連手打我也沒用了 我有油力改加光明 這個紫色已經沒有基地了 他閃兵投的我家 我們家裡有飛行兵 你看我家裡有很多飛行兵 用飛行兵守住閃兵就行了 然後直接光明坦克衝上來 把他門口的碉堡一破 破掉碉堡 他裡面再多大兵都沒用 因為我這個光明坦克是大兵的克星 看到沒有 一掃過去他的大兵都沒了 然後那個藍色看不下去離開遊戲了 現在這個紫色那裡還有塊地盤 他好像在那邊偷到了一個建築 對吧 在那裡有塊地盤 我們只要造一個工程師 把這個橋一修就可以衝進去了 這閃兵又投到我家 又投到我家 我們繼續把這個飛行兵派過來 飛行兵都是一星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油田位置 只要你偷到科技 這個位置前面就是猥瑣 不要去打人家 在這裡偷科技 看誰好偷的就趕快偷科技 只要你偷到科技 偷到急 偷到游里改 這個位置基本上到後期無敵 你幾個人聯手都不用怕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不差錢 這個位置主要還是怕那個閃電核彈 但是這一盤的那個閃電核彈 開局被飛機位炸死了對吧 Victorious